各位,骄傲是普遍的 我们也知道骄傲是不好的 因为骄傲是来自于不幸 然而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看得到它 或者是能够承认它 因为它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杂草 偷偷地生长在我们的心里 欺骗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伟大的医生的洞察力 和激视其症状 并使我们摆脱骄傲的控制 让我们通过在神的话语中 来看五种骄傲的症状 使圣灵的医治在我们心中起作用 那是什么症状呢? 第一种骄傲的症状就是惧怕 当我们拒绝倚靠上帝的主权和关心时 骄傲是惧怕和焦虑的根源了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 为什么有惧怕呢? 我们惧怕的事都不一样 也是人质常情的事 但若我们的惧怕 没有叫我们更是专注于主 而极度专注于自己 那么我们就会信任自己 还可以找到什么方法 还可以靠自己解决 而不是上帝了 就像彼得 当他走出大海的风雨 来到耶稣面前时 他正以谦卑的信心走去 但当他的目光一转向他的环境和自我保护时 他就开始信任自己 变得害怕 并开始沉下去了 所以在马太福音14章31节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所以各位 当惧怕和焦虑来时 我们真要倚靠主来对抗惧怕的 那第二种症状就是权力 权力致根于一颗骄傲的心 福音的核心不是赐我们任何的权力 而是除去我们的罪 罗马书6章23节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然而骄傲欺骗我们 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很多 并且应该值得得到更好的 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爱 成功 舒适和荣誉 当然 我的意思不是 我们应该只有遭受痛苦或管教 但是当我们经历要多得时 我们就会有比较的心 然后会变得痛苦 不满 沮丧和不安 因为相信我们有权 获得更多 却忘了都有神的恩赐 在圣经里 门徒经常与权力搏斗 有一次他们在争论 谁是最伟大的时候 耶稣就在路加福音22章26节说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伟大的 导要像年幼的 当首领的 导要像服侍人的 所以 骄傲欺骗我们 认为自己是要得权力 而不是得神的恩赐了 那第三种症状是 没有感恩的心 骄傲常常欺骗我们说 我们是好的 我们应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若没有得到 我们就会掉入没有感恩的心 当一个人没有恩感 如果他有点不舒服或不方便 他就会抱怨或指责 相比之下 谦卑是认识到上帝是全上的 并且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在圣明记2章7节 神说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以赐福于你 你走这大旷野 他都知道了 这40年 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 故此你一无所缺 是的 在神的同在里 神将我们一无所缺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感恩 那怎么有一颗一无所缺的心呢 就是常纪念上帝 日常的恩典和怜悯了 那第四个症状 就是讨人的认可 骄傲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自我崇拜和自我保护的 当我们寻求讨人的认可 是为了自我满足 自我保护 其实就算得到的话 那这也是短暂的幸福的 使徒保罗他是知道人的认可 是一种毫无意义和骄傲的追求 因此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可以说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认只有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所以各位 盼望我们多得的是上帝的许可了 那最后第五个症状 就是没有祷告的生活 骄傲欺骗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自己生活 我们有能力 独立 自力更生 没人可以阻挡或干涉我 我们认为 我们每个小时都不需要上帝 我们不需要他的帮助 恩典 怜悯 勇气和希望 所以当然我们就会不需要祷告了 但是一个谦卑的心在祷告中向上帝屈服 因为他知道没有神就无能为力了 但上帝呼召月娜去宁尼威时 月娜的回应不是在祷告中去见上帝 相反的 他逃避上帝了 只有当上帝在余父中使他谦卑时 月娜终于向神祷告了 然而是不是我们没有希望呢 其实谦卑就成了骄傲之心的希望了 因为以马内利 上帝与我们同在 他谦卑地来到我们当中 将他应得的地位 尊贵的东西都套空了 为我们而死 将我们应主得永恒的好处 并将我们带入新的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应着主的谦卑 我们可以原谅自己的骄傲 并意识到骄傲欺骗的症状在何处 将我们更加能够靠主的灵命 供应 恩典 称许 甚至主给我们尊贵的使命 来处理自己的骄傲 提醒我们的生命 原来不只是有关乎自己的 那是源于主的福音了 虽然谦卑的道路并不是平淡或无痛的 可是当我们眼光转向主 这成为我们日常需要的救援了